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中南海营台会见来京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听取他对香港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 习近平表示 一年来李家超行政长官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敢于担当善作善成 坚定维护国家安全 重塑香港区议会制度 顺利完成区议会换届选举 推动香港走出疫情迎来整体性复苏 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 不断增强发展动能 努力解决民众极难筹判问题 巩固了油乱倒置的大势 促进香港迈向油质吉兴 中央对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强调 新时代新征程 我们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中央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长期不变 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带领社会各界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 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地位 推动香港实现更好发展 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必将不断显现 我们对香港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李强 蔡奇 丁薛祥 石泰峰 陈文青 夏宝龙等参加会见 咱们们的令则准备